哈嘍大家 今天影就會罷有雙主持人 叫做戴玲 大家好 我是戴玲 你說我這麼快破梗 是大家眼睛是瞎的嗎 那我想說這位國際妞是誰 發行的新專輯染了這頭金髮 好看 我就在演唱會的時候臨時起義 我說以後請叫我國際妞 今天真的很難得欸 我們請到了 大家都非常愛的鐵廢公主 啊 愛你 要不是因為我們姻緣際會 有一起合作拍戲 我想我今天也要不到她 來到我們的現場 這個拍戲的緣分 我也是覺得很奇妙了 現在再想起來我都笑了 我覺得很可怕 妳那MVA也有參與演出啊 我不想聽見妳哥 那個我最後的彩蛋是 跟爺爺說 小姐不好意思 這件外套是妳的嗎 其實只有一句 然後後來我又加了說 欸 品味不錯喔 在家裡去 拜拜 但是拜拜沒有我的鏡頭 好 如果導演不喊卡 妳會記得加下去吧 很想加啊 有上癮嗎 我跟戴琳認識是因為那時候呢 就是T台有一個戲劇 然後她來客串 很緊張我啦 因為我要跟妳對戲 而且戲也還要演我們是閨蜜欸 妳有緊張應該想說 這個人會演戲嗎 待會不會讓我演很久嗎 我的緊張是 蛤 大排歌手欸 鐵飛公主欸 妳認真是正想 我認真是正想 然後就是 她會不會很難相處啊 哈哈哈哈 真的有很多 不論是我的人 因為我眼睛很大 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 眼睛不要睜那麼大 她就看起來 臉很臭 最主要是因為又是歌手 然後我們就想說 哇 我會不會很難相處 那等一下她來就要跟我對戲 我該怎麼樣跟她這樣子熟絡 根本不需要欸 她一來之後她就嗨 很像主持人 哈哈哈哈 然後那是她第一次演戲對不對 算是第一次 雖然有緊張 但是好像應該不會那麼難吧 因為其實記歌詞也是要記很多 結果一到現場 我就說我什麼都忘記了 怎麼辦怎麼辦 我好緊張 我什麼都忘記了 然後我講了這個台詞 又要顧到表情啊 什麼的 然後我又怕我拖累其他人 我怎麼一直NG 一直NG 結束之後 我跟我經紀人說 我以前都說 我好像很適合演戲欸 我的好姐妹中立體也說 你表情那麼豐富 又是唱歌的人 你應該可以嘗試演戲 結果 她真的是就會看著你這樣 因為我真的忘記 然後她就會 我忘了 從那一次之後我發現 戴艾琳本身 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 再加上呢 我們兩個人又是在同一個 健身教練那邊一起運動 很巧 我們運動碰到的時候 她也是大嫂嫂欸 都是我主動打招呼的對不對 對 真的超有親和力 而且她大嗓了 因為我已經是 運動很愛亂吼亂叫的人 有猫 對 跟你比起來沒有啦 做重訓的時候 你不是哼哼 都要喊出來 而且我很喜歡笑 尤其是我覺得很重 我快做不起來 或者是我很累的時候 我更愛笑 而且我也沒有在怕旁邊用 對 她也沒有在care的 對對對 我都忘記一直聊天 送專輯送專輯 太好酷 希望你喜歡我的第十張個人專輯 這張專輯裡面 還有好多首歌我都很喜歡 她有邀請我去她的那個記者會 她唱那一首頑固的記憶中 我全身都只雞皮疙瘩 我現在怎麼會這麼好聽 先愛自己也好 我也好愛喔 都是跟我自己人生的一些經歷 有關關心 妳剛好講到這兩首歌就是 我自己有參與在一起 喔 難怪 我現在是要聽妳不要高音 我哪敢 超不要 前面的 不要啊 今天呢就是邀請到戴愛玲 妳要跟我們分享的妳最喜歡的飲品 我平常其實只喝水 除了接下來介紹的這個飲品 我不喝什麼手搖飲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黑咖啡 我超驚訝的 為什麼 他們家自己有在種咖啡耶 那是大概十幾年前 但是我那個時候其實不太喝咖啡 喝的時候都是喝拿鐵啊 就覺得不會苦 跟我很像 我到現在還是只喝拿鐵 因為我也不太敢喝咖啡 我就覺得它很苦 妳真的品嘗到好的咖啡的時候 妳會慢慢愛上那個味道跟感覺 其實我覺得那個層次感 還是可以喝得出來 因為我現在都是綠泡式的方便 但是我想自己做就是手沖咖啡 手沖有很多的學問耶 不同流派有不同的沖法 我跟我弟弟說 那我下次回家的時候 妳送姐姐一套 然後教我怎麼沖 我很喜歡自己有的時候 在自己家陽台 有太陽的時候就曬太陽 在那邊練吉他寫東西 喝著我們家的咖啡 我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也去學一些手沖咖啡 然後那種味道跟喝出來 跟綠泡式一定是不一樣 因為我每次回到山上 在我們家的咖啡園 然後弟弟沖給我喝 遠遠的聞到好香喔 可是我還是想問啊 因為像我到現在 我還是沒有辦法喝黑咖啡 因為我還是覺得 咖啡就是有一種苦澀味 到底妳是怎麼樣的狀態之下 開始覺得 咖啡很香 然後想要去品嘗它 近幾年 因為 人生月曆太苦了 也沒有啦 某一天我弟弟在山上 剛開始他學沖咖啡的時候 我在吊床躺就想 什麼味道好香 然後我弟弟在沖咖啡 我說那我喝喝看 第一次喝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苦 我喜歡嘗試 再去吃第二次第三次 我覺得 慢慢慢慢喝出那個香味跟感覺 像品酒的感覺一樣 對 威士忌其實也是啊 雖然我酒量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要喝 妳就要喝好酒 妳酒量不太好 我只是看起來酒量很好 表演 童木公主都很配喝 今天請她來的時候 我心裡會想說 嗯 她會不會介紹說 在講米酒嗎 對 有什麼特別的 她就說她其實不喝酒欸 不是不喝 應該就是少喝 有的時候我在 寫東西的時候 或者是我唱有一些情歌 我會先錄一個set版 我會再錄一個就是 有些需要很濃厚的情緒的時候 我就會喝一點點 你身體很鬆的時候 你唱出來 你的聲音會更順暢 通常我都會唱這兩種版本 就會喝好的威士忌 妳喝咖啡的程度已經有到 隨便什麼咖啡妳都愛喝嗎 沒有 妳看是不是上癮了之後 就會覺得要往更高等級 這幾年喝黑咖啡 開始變得嘴越來越刁 好的東西 好的飲品就是享受 就像妳的人生 雖然有些苦澀的地方 但是就是有這些苦澀 才能唱出好歌 演出好戲啊 妳剛剛不是有講的 所以好像是不是 我這個人有分認真跟不認真的 就是在來的路上 想說等一下 講咖啡要講一些認真的 還是講一些有趣的 剛剛是認真的 那另外一個有趣想說 同事說那妳為什麼喜歡喝咖啡 我說 因為姐已經很久沒有心跳加速的感覺了 因為有很多黑咖啡 會心記 沒有心記 一見鍾情心跳的感覺 妳那個標準太高了 妳如果講孔流就很難啊 那就是一個不能講說夢想啊 因為她是我喜歡的一個演員 但是如果真的現實生活當中 她追我的話 我會怕她太帥欸 可是我喜歡她好像不是因為她帥 尤其在演藝圈看帥哥看太多 但是帥哥也不見得會讓妳心跳加速 對工作的態度演技跟她做人 就是處事很低調 我喜歡那種形式做工很低調的 然後再搭配我這種有趣的多好 她真的很有趣 自己下相處 妳會不會發覺 她真的不是我們螢幕上看到 那個鐵費公主在飆高音的時候 那種對 完全差很多 今天呢我要回送妳一個飲品 就是妳給我的感覺 妳給我的感覺跟給觀眾感覺是不一樣 因為觀眾看到的是螢幕上的妳 我看到的是私底下的妳 我剛剛不是有講我們一起運動嗎 她其實很少女心你知道嗎 我都會覺得她給自己壓力很大 她幾乎每天都來欸 那個時候啦 那個時候欸 妳要有演唱會的時候 其實我家就是一個小健身房 但是有些時候還是需要教練在旁邊督促妳 她每天都來 每天都叫 哈哈哈哈 這樣就想說 只要艾琳來的時候 盡量不要排其他學生 同時間的話我都不怕 因為她的聲音會大過 妳知道嗎 鐵費公主 所以她叫起來也是 哇 很想這樣 鐵費公主也不是叫假的 有一次呢 在健身房的時候 她在我的後面那個時段 然後我就看她默默的 提了一個小蛋糕 然後她就把那個盒子拿下來吃蛋糕 然後我就說 蛤 你吃蛋糕 然後她就說 嗯 其實我很喜歡吃甜點 然後我覺得吃蛋糕會有心情很 就是小女生 我忘記了欸 對 但是的確是啊 我偶爾會吃甜點 就像我瘦下來 大家會說 你是不是吃很少 如果我吃很少 我怎麼唱歌 我的歌是需要很大的力氣 而且我人生中最怕的事就是 餓 哈哈哈哈 然後我從那一點就看到 她的少女心 所以今天呢 我想要送你的這個飲品 她有點甜 甜 我已經很甜了 我已經很甜了 這麼重 很重 這個呢 其實是麥根莎士 她不是台灣的 她是美國的麥根莎士 是因為我是國際牛嗎 送美國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你給我的感覺就是 清涼 暢快 很燥熱的時候 你給我的感覺就是 要有一個飲品這樣 齁齁齁齁齁下去 啊 爽 這形容蠻不錯的 我沒有送其他什麼可樂汽水 我本來猜是可樂 那真的是 因為不是 因為看到我就會開心啊 你跟她相處沒有心機 所以壞人千萬不要靠近我 但是為什麼又要送她 是因為她有一點甜度 所以很像你 對 而且她的喝法很可愛 你可以回去 然後加了冰塊之後 再加一球冰淇淋 這塊是雙魚座耶 因為我們都是水象星座 比較會注意到一些 比較細微的地方 對 所以當她呢 不加冰淇淋的時候 你喝下去就是 爽 加了一球冰淇淋之後 就很像私底下的 你的少女性 她有一點點甜 然後她把那個氣降低了 然後噴發出少女性 真的很會耶 掌聲鼓勵師姐 好漂亮 你為什麼感覺不太熱情 這樣跟台上久了 我會怕不熱情 重點是她無咖啡音的 所以也會比較好 真的這樣 我這就不會心機咧 那妳喝咖啡啊 一口咖啡 一口這個 一回有心跳的感覺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還在單身都沒有戀愛 那就喝一下比較濃的咖啡 但是我覺得 妳今天送我一個最好的禮物 就是妳的專輯 我覺得比什麼都還重要 因為她的歌真的非常非常好聽 趕快去買她的專輯 還有呢就是點玻璃 現在時代不一樣 是未成績也是很重要的 現在主打的是末日將至 末日將至跟我的師兄trash 合作的一首比較搖滾的歌曲 跟男生好像合作 男團都也滿有緣的 妳下次試試看跟女生啊 說不定會有 有有阿琳啊 阿琳好姐妹就跟她唱了 我不離開 首席的就是阿欣嘛 對 合作了三次 然後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唱搖滾 出道二十年了嘛 這張專輯 想要跟不同新世代的音樂人合作 這張專輯真的是跟以往很不一樣 書群也兼顧到了 然後搖滾也兼顧到了 給我自己的唱作 希望今年的金曲獎 可以看到妳站上舞台 天啊 如果有的話 我一定會大哭 誰都會哭吧 說到二十年了 不敢說出專輯是為了什麼 但是就覺得每次演出 每次出專輯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呈現給你們 希望大家來看我的演唱或聽我的歌 不是聽聽唱一唱 我說妳聽了之後 能夠有一些故事可以帶回去 聽這首歌 讓自己想起以前曾經發生的一些故事 讓我會有心計的感情 會有心跳的 會有心跳 絕對有心跳 如果妳今年真的有上了金曲獎 哭沒有關係 但千萬不要跌倒 不會 我絕對不會 我會馬上再爬起來 畢竟我有在做重序 我只是怕我叫太大聲 今天很謝謝帶琳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大家 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大家